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新闻抢钱报 我是小慧 因为一名扁担翻页者 从印度回国后 没有遵守隔离措施 结果导致北马疫情失控的 沉重代价还历历在目 结果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莫哈默凯鲁丁又再被揭发 从海外回国后 没有强制隔离14天 新动党巴基里国会议员 杨美银就因此要求警方 调查和采取行动 不要持有双重标准 行动党事部地区 国会议员郭苏庆 昨天在国会揭露 莫哈默凯鲁 曾经在7月3号到7号 到访土耳其 然而他却在13号就出席国会 显然并没有遵守 14天强制隔离的SOP 所以我们知道 什么人去隔离的国家 他们必须在14天 但是现在 多名在野党党员也在社交媒体炮轰 尽管有消息指 莫哈默凯鲁丁已经在7月7日 抵达大马时进行检测 而且结果是阴性 但是行动党大三角国会议员 沈志强就以及打习握 更加感染群的手名患者的例子提醒 这名扁淡翻页者 在回国时的检测也是阴性 但随后再次检测 却证实确诊 引发了严重的后果 甚至著名政治漫画家 祖娜也上载了 取名为两个等级的漫画作品 讽刺部长等级高 没遵守隔离就没问题 人民等级低 没遵守就完蛋 因为这一部分 害群芝麻不遵守SOP 导致如今人心惶惶 一名一名男子 就因此成为了 无辜被祸及的池鱼 闲事带着的医院手环 让他被误会是隔离人士 产被攻击 一气之下跑到警局要报案 却又因为出现了 咳嗽和呼吸困难等疑似症状 警方不敢怠慢 马上招来卫生局官员到场 把他带走 经过四个小时的检测后 证实他没有确诊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显都警局还是在卫生部的指示下被封锁 关闭并进行消毒 受西沃根加感染群影响的 商民和非政府组织 今天正式通过击打消费人协会代表 入兵法庭 提出民事送诉 向扁淡犯业者索藏150万令吉 并禁止答辩人尼扎莫哈莫 在审讯期间返回印度 诉方分别向业者索取普通损失 特别损失 严重损失 行为损失 以及其他各项的损失 并由代表律师莫哈莫 祖能在今天早上11点 把诉讼文件成交到 亚罗斯达高等法庭 击倒消费人协会秘书 莫哈莫由私里杂友所说 在获得高庭批准后 就会把诉讼文件的副本 寄给人在医院治疗的 扁淡翻页者 7月13日从印度 西沃根加回到大马的 尼查莫哈莫 因为没有遵守居家隔离 两州的指示 反而到处趴趴走 导致西沃根加感染群的爆发 目前已经有45人受感染 尽管西沃根加感染群 已没有新增病例 但击打的另一个打活感染群 除了爆发校园感染 感染者也持续增加 根据卫生部文告 国内今天新增16中确诊病例 12中社区感染病例当中 8中来自打活感染群 沙拉感染群则有三中 位于居邻的当巴东美 哈旦小在出现三人确诊后 从8月17日起关闭14天 学校外拉起警戒线封锁 并进行消毒 而在槟城方面 今天新增的三中打活感染群 来自槟城 位于巴扬巴鲁的 Suntech科技大楼 今早就发出通告 证实大楼租户的 一名员工确诊 而让槟城人忐忑不安的是 除了是跨州感染的打活感染群 也包括来自国外的医疗旅游病人 槟城如今已经成为了第三个接受国际病人的州属 槟城医院昨天发文告证实 该院在本月14日接收了三名来自印尼棉兰的病人 从机场到医院的途中 在医院治疗期间都严守标准作业程序 包括三次测试 隔离病房 24小时保安监督 医护人员完整的防护装备等等 不过甘愿接下来不会再有其他包机前来治疗的病人 吉隆坡一名40岁的华裔女教师被丈夫利用 担任公司挂名董事 不料丈夫却失联一年 让他成为了戴罪羔羊 背上了90万令吉的债务 面对债主的追债 一家人这段时间都活在恐惧中 这名女教师希望丈夫能够立刻现身 做出交代 今天在行动党直辖区投诉部主任 游家豪陪同下召开记者会的受害者吴女士说 丈夫陈庆和因为工作关系经常需要到外地 两三个月没有回家也是平常事 没想到这一次不但失联长达一年 还给家里留下了大笔的债务 吴女士说她只是负责开支票 并不清楚公司的业务 然而两个月前被至少五组人追债后 才知道曾经开出了九张总值90万令吉的空头支票 房子和轿车也已经被丈夫抵押还债 在多次联系丈夫都无法得到回应后 吴女士在记者会上呼吁丈夫立刻现身 清楚交代债务总数和欠债的理由 接着来看一组社会新闻 社交媒体近日就疯传一段华裔男子在光天化日之下 被强行掳走的视频 原本以为是绑架案 警方迅速在12个小时内逮捕着五名嫌犯后 才揭发男子是因为欠债不还 所以在主才派人掳走他 在这18秒的视频 这名华裔男子在被硬押上车时不断高喊救命 整个过程被以为是发生绑架案的路人拍下 并上传至社交媒体 这当街鲁人案是在昨天下午4点多 在梅里免登在野一间餐馆前发生 受害者大约三个小时后被释放 警方接货头包后已经在周三清晨逮捕五名嫌犯 协助调查 接着把镜头转向在芙蓉发生的撞后逃车祸 64岁的华裔女小贩黄美翠 在周一清晨6点骑车回家途中 在芙蓉威鲁路和端姑木纳威鲁的十字路口 遭到一辆轿车从后撞上 结果轿车司机在招货后竟然逃之夭夭 完全不顾撞击后跌在马路 遍体鳞伤的伤者 附近的一间教育学院的壁路电视拍下了车祸过程 但却无法看清楚轿车的车牌 因此女伤者的丈夫苏其南 今天就通过罗白区州议员服务中心召开记者会 希望有目击者或其他的涉入镜头 可以协助揪出这一名不负责任的司机 让他负上该负的法律责任 强暴为成年女儿更强逼妻女为外劳顾客提供性服务的43岁华裔 在本月的6号原本已经针对贩卖人口和儿童罪 扶手认罪 不过来到今天原定的下判日 被告却改口不认罪 发生反贩卖人口特别法庭原本则定今天下判 不过今天早上一名义务律师加比利尔现身法庭 指被告在首次面控时没有被允许聘请律师 违反了被告辩护的法律原则 因此要求法庭允许被告在律师的协助下重新面控 加比利尔也直视控方 让案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审讯 法官最终允许案件重新面控 被告也因此改口不认罪 案件折定9月21日过堂 根据警方早前所发布的案情 被告早在5年前就已经强迫妻子提供性服务赚钱 等到13岁的长女发育后 不但多次的强奸她 而且还将亲生女儿推入活坑 被告因此在贩卖人口及儿童两项罪名下被控 而在马六甲 一名24岁的巴基斯坦籍准新郎 今年8月和年轻工厂女工约会 结果对她劫财又劫色 今天被控上庭面对三项控撞时不认罪 由于被告哈亚沙玛斯知道受害者的地址 因此控方不建议被告保外 但被告的代表律师以被告准备在下个月和本地的乌役女子订婚为由 请求法官让被告保释 以便能够顺利地举办订婚仪式 法官允许被告以5万令吉保外 同时不得骚扰受害者和她家人 案件折定9月22日过堂 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疫情似乎已经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 当中就包括20岁到40岁的无症状患者日益增加 这对一些抵抗力比较弱的人来说 所面对的风险也就更高 世卫在周二的简报会指出 年轻族群染疫的比率增加 尤其很多都属于无症状患者 这也让抵抗力弱的族群 例如在人口稠密 卫生服务较差地区的染者和病患 染疫的风险也因此提高 在一些疫情原本看似受控的国家 最近又在出现疫情回升的趋势 包括韩国就因为爆发了教会群聚感染 首都圈从今天开始再一度的升级防疫措施 在8月30日之前 任何室内50人 室外100人以上的聚会和活动 都将会全面被禁止 违规者除了将面对超过1万令吉的罚款 如果因此造成感染 还可能会被索赔治疗和防疫的费用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德国 德国政府3月实施严格的社交限制措施后 疫情逐渐稳定 因此4月时逐渐松绑 然而过去三周确诊人数 却再一次的大幅度上升 但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了1000宗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继续甚至恶化 总理默克尔也公开呼吁民众 要保持社交距离 否则政府有可能会再一度的收紧 社交限制措施 接着把焦点转向美国大选 美国民主党在周三的全国代表大会 正式提名拜登为总统候选人 因为疫情只能在家乡特拉华州 远程参与的拜登 随后发推文表示 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是他一生的荣幸 在新潭耕耘37年8个月后 崇文华小校长黄世发在今天正式荣修 该校的师生秘密准备文件申请大马记录大权 让校长在荣修之日也荣获大马记录大权的肯定 货班分享最多每天一句好话的校长之殊荣 新闻的最后一起去看看送给校长的这一份惊喜 我是小慧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